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款山东的炸酱面 做法简单,吃起来非常的香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主要的食材有大酱两勺 大葱芹菜,油麦菜 两个鸡蛋 还有一把挂面 咱们先把大葱改下刀 切成葱花 油麦菜,芹菜也一样切开 把鸡蛋打到碗里 打鸡蛋咱们不需要放任何的味道 接着锅里加少许的油 先给它烧热,抹均匀 咱们把鸡蛋倒进去,炒成蛋花 炒蛋花的时候,咱们尽量给它炒的小一点 太大的话,咱们稍微给它切一切也可以 锅里烧油,再把葱给它爆香 再加入少许的白芝麻,还有辣椒粉 把这些材料倒进锅里 等香味出来之后,咱们把大酱放进去炸一下 炸大酱的时候,咱们的油温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太高 把酱的味道全部逼出来之后,咱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然后把酱料里面的油倒出来 我们把芹菜油麦菜给它炒软,放入正下的酱 酱料炒好之后,放入老抽,鸡精,还有鸡蛋,翻匀 然后再加入一勺温水 把火开至中火,慢慢炖7-8分钟 锅里的水分变少了,咱们就可以把火停掉,盛出来 这时候你就能闻到酱料的香味 然后咱们把挂面放到锅里面煮熟 面条捞出后,直接趁热把酱料倒进去,翻拌均匀即可 一份简单又好吃的炸酱面就完成了 喜欢吃炸酱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,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